Hello,大家好,我是三好,周日快乐,6月2日,希望大家就是夏天来了,香港正在受台风的襲击,希望大家平安,台湾很湿热,如果是远在加拿大,美国,或者英国,希望你们各个人都平安,我知道最近刘家文,他就遇到一些人去抢他的电话,之后他追回电话,希望他没有受伤, 很多离散或流亡的人士,遇到这样的情况,我觉得最重要是平安,这是最重要的,这一节说什么呢?这一节都希望继续努力,未来会比较忙些,今天我其实都在娱乐,因为今天都要走到南部,明天6月3日,就有三个外面台湾的媒体的节目,也都在夜晚,台北有一个很好的聚会,就是一间Live House里面, 基本上是讲这本《小烛光》,希望大家6月3日夜晚,看到这一件事,6月3日夜晚预留时间,预留时间,预留时间,去看这个小烛光的,因为九点钟开始,我没记错,在RefNow,就是一间Live House里,看到丁南乔先生,潘月亮先生都会来了,这件事,希望大家一起有个小的聚会, 使得大家一起读读读读读,讲一下自己的感受, 要熟书, 三十五年了,血泡未干,责任未形成,而且共产党不道歉,丁鞋,是吧?继续这样的搞法, 6月4日大家知道是一个重要的活动 也预告也希望和大家再呼吁一次 两点之后就在中正纪念堂 就是自由广场有这个是摆摊 那我们台湾香港协会 也都会有个摊档在那个地方 其他的朋友 比如边青啊 赴汤啊等等 都会有摆摊的 6点40分 好奇好异的 6月4日下周6点40分 准时开始当晚的灼光的集会 这个台北的情况 我都知道现在网上门里TG 或者其他地方Signal各方面 都存在很多关于这个各地 包括德国都好几个地方 法国也都有 英国也都有 澳洲也都有 加拿大更加多 美国更加繁花似感 那这些地方都是有不同的活动 来悼念六四的 无论是触光晚会也好 或者是一个 譬如耶姆 有一些小时的聚会 那个也没有一个 就是陈维明先生 那个就不是一个触光晚会 是一个下午四点钟的活动 那我们在洛杉矶 三藩市 就是九金山 你希望 即是参加当地的一些聚会 我们温存善念 做一些应该要做的事 也希望在香港的香港人 不要忘记自己都可以在一个 柳室内做应该要做的悼念 在安全的情况之下 铭记于心 这一件事是重要的 拒绝为望 守护公义 希望用希望信念 去战胜我们很多的挑战 好了 讲回今天我们讲的主题先 柳西良 这一集呢 我不知道是不是最后一集 可能是 我都希望呢 做一个小小的总结 给大家讲一讲 我的心绩 还有我看到一些关于 罗印慧导演 他在这个消失的档案里面 所摆出来的一些新的影片 其实新都不算新的四天之前的了 但是前几天我因为忙于去评论 周幸彤和其他六位的这个第一个23条的案件 就是关于煽动意图罪 47人案也有判决 我都需要分析和直播 之后呢 有很多的 特朗普的事 甚至是关于六四的一些情况 那些比较重要一些 有时效性一些 所以先讲 那么未来几天呢 我都会聚焦在六四的悼念 还有未来六月九号 有一个在台北的游行 纪念这个反送中的五周年 雨伤运动十周年 雨伤运动十周年可能会稍后一些 因为九月才是九二八 但是我们看反送中的五周年 就是六月九号真正式爆发了 当日礼拜日 那么大家希望呢 密切注意我Facebook的情况 现在主办单位 香港变成青年 也有待确定它最后的路线 那么我们希望呢 大家能够共商的战举 风雨无改 一起参与这个小小的 体力不需要支付很多的小游行 那么如果大家体力不升的 也可以呢 就是中途去这个参加各方面的 我们都非常欢迎的 OK 那么这个其一 好了 接着下来我们讲回刘世良的事件 刚刚讲到六月三号 那夜晚发生了黑骨冥心的时守夜 但是你知道呢 共产政权这么多年来 邓刚胡习从来都没有道歉过 为六四道歉过 再不要说毛泽东 害死几千万人都从来都没有道歉过 那么这些没有道歉 不认错 不低头的情况 是不是要周手人 适得宽恕呢 一直都有一个大问题 我觉得答案是negative的 不会的 为什么呢 宽恕的前提是 认错 我道歉公义的彰显 mercy without justice is not mercy OK it's stupidity OK 而且是故事 appeasement 而这件事绝对不可以被接受的 看圣经 好好地看 有信德的人看 是重要 不要捉住圣经的条文的一字半语 一句话半句话 讲大家很多样东西 有些人支持 圣经规定 我们要服从当权者 捉住赤言骗语 吉光骗语 用这个方式来说服大家 其实这件事完全不通的 行公义好联敏 传卑的身与上级同学 行公义是好联敏的基础 当你没有justice 你的mercy是不值一切的 OK 希望大家明白这一点 同样道理 我们对于刘世良的评论也是这样 到今天了 超过一个月了 整个五月大家讨论这件事了 很多人就说我们薄流量 或者是什么 我想告诉大家 这件事是需要被关注 我最愤愤不平的 就是对于刘世良的一件事 就是他有一种 他有一种 最近用冷嘲热奉 甚至是闪念寡耻的态度 去对待乔叔的家人 先是对待乔叔 对待乔叔的家人 对待批评他的人 对待一些曾经共事过的伙伴 然后批评他的人 刘世良 每一次回答的问题 包括你7分钟影片 24分钟的影片 每一次都是揭露出更多的新问题 而聂德堡最后的一段贴文 更加发现到 哇 原来你是事先 是有这个意思 叫乔叔出版的 原来2006年版 你口误 或者讲成为多伦多的 温哥华的中乔互助会 你早已知情的 OK 剩下两本你就知道 原来那些绝版书 剩下两本就等于 你侵权的权利的 哇 这真是第一次听 文所未文 这些说法 类似诸如此类的东西 越揭越多 越揭越多 这些越揭越多 你臭事物竟的话 根本你无从狡辩 所以现在不出声 不出声之后 有两件事 一大堆人 你那些支持者 在灌爆不同人的留言 讲些似是而非的东西 写些样样洒洒洒 长篇类罪的东西 Clara Chen是其中一个 是不是 开个名的了 我再讲多次 你只是回答问题 去到今时今日 作为法律人 只是跟你讲一点 我再讲多次 不是什么 主名权 这些是知节 我不跟你争 我只是跟你讲一点 这件事 有没有书面授权 没有 这件事 有没有口头授权 你说有吗 你说有吗 乔叔说有吗 乔叔说没有啦 刘世良你说有吗 我假设你说有 我其实不相信有 我假设 乔叔有口头授权过你 OK 跟你达成这个授权 并不是协议 because there's no consideration there's no paperwork 是一个单方的意思表示 是告诉你 这是一个 用英文 法律术语来说 license license is not an agreement 这个是一个revocable license 因为它是口头的 现在2017年8月中 你说的嘛 乔叔打一次电话给你 叫no 跟着跟你在中式餐厅见面 再说一次no 你说乔叔粗口骂 你这些完全无关系 他最重要的地方是 他跟你说 不可以出版 而你继续仰无其事 还说他勒索你 我不理你 其实重点不是勒索你 他不同意你 出版这本书 你说乔叔先已经口头授权了 不好意思 刘世良和Clara Chan 读读法律 问问律师 口头授权是一个revocable license revocable是可撤销的 可撤回的一个授权 而口头授权 可用口头撤回 撤回之后 不得再出版 不得再出手 不得再去宣传 不得再去重制 封印 甚至继续出版 这个应该这些已经出的需要全数销毁的 你说 那我不是很不碟 我信了你 OK 之后呢 我出版要定期 现在被撤回 那么这个商业社会 如何运作 Exactly 我不说 Exactly 就是英文的压利周口音 不是粗口来的 Exactly 就是什么呢 今时今日 你应该拿这些书去销毁 为什么 你做上书局 你没有书面授权 而书面授权要定名是一个 revocable license free of charge 我已经讲过了 就是以前的节目 我也讲过 有standard pattern 怎样写这些东西的嘛 不懂得问律师 设不到律师 我已经讲了给你 看我节目 已经讲给你 怎样写个license term 塞钱入你的袋 是不是 现在不再重复一次给大家听 免得再塞多次 自己看回我以前节目 你一个revocable license 你要写一个revocable license 变成irrevocable 可以 而且只有一个方法 书面签署的license 由别人写清楚 irrevocable global 而且呢 是这个 有一个时间 是这个 永久的 permanent global irrevocable 的license 那你就 你就行了 你完全行 ok 那你说 我不是律师怎么办 你不是律师 你可以找律师的 那你不找律师 写到一些乱七八糟 怪我呢 是不是 所以这一件事是一个法律问题 你侵权 我其实不需要去到刑事来说 刑事 你也要钱 陈翘家人 收回三十万元 十万元 三十万元 三十万元 给你就可以了 即是你强奸的女人 强奸啊 我收回三十万给你 就当我叫鸡咯 可不可以这样呢 我偷了你 在家里偷了你金银珠宝 我卖了它 你要多少钱 这些值十万元 我收回给你 我就当没有偷东西 这些什么强盗逻辑 我再说一次 这些是什么强盗逻辑 荒谬的 你知道这些人为何要这样说呢 因为他们在想 我也有偷过东西 我帮你的事 其实意识 心底里的潜意识 就是在帮我自己 save you, save me save us together, naturally 是不是这样呢 歌词也有一个唱 包庇你 就是包庇我自己 有些人是口硬的 接着就说 我没有不言论的自由吗 你绝对有沉默的自由 我不是国家机关 我不是权 我不是有个老虎椅 辣椒油 坐在这个地方逼你去说话 你何来有不言论 你何来我剥夺你不言论的自由呢 然后贴一封照 把黄尖以前 什么文集里面的文件就说 黄尖都说过不言论的自由 你必须引黄尖出来抛书包啊 是不是 我以前没有校首歌词都黄尖填了 我也见过黄尖 上过江山原始多分 不要跟我抛这些东西 It's irrelevant 你说你自己有不言论的自由 你不用多说自明都知道 但你记住 重点不是你有没有不言论的自由 这个undisputed fact 就是没有争议的时候 你当然有沉默的自由 问题是我其他人 无论是反对刘世良这件事的人 比如说消失的档案的这个主页的罗恩惠 或者说其他 就是比如我 或者其他人 有没有剥夺你 限制你 影响你的不言论的自由 当然是没有啦 你言论与不言论是自己决定的 只有搬出老虎椅 辣椒油 扣锁链 拉人封艇有权力机关 去剥削你的言论自由 就是港共政权 特区政府 中共政权 北韩政府 敘利亚 伊朗 俄罗斯 这些才是剥夺别人的不言论的自由 我这个桑普在这个地方 骂你 你又玻璃心 哎呀我没有不言论的自由 是不是今天 你脑筋有问题呢 我还有一种歪理 是不是 我这些全部不开名 自己去反省一下 你们想的是什么 然后拆开其他东西来说 Focus 我骂你你就听清楚 对不对 什么叫做 网上版的唐人街呢 什么叫做中国文化DNA呢 我们这些如果是说我是一个香港人 或者我是一个你说华人 我不喜欢这个名词 你说你是中国人 我都说我甘心不做中国人 我不知道那些批评我的是不是 说回黄皮肤黑头发的人 中华文化DNA 如果这样说法 在纽约审完那审判的案件 无论你知不支持特朗普 反对支持特朗普也好 西洋文化DNA 是不是美利坚文化DNA 两个美利坚人 竟然法庭高 那你说 对呀桑普 那你就说 这些案件就上法庭高 在这儿拗什么 那样 那很基本 我讲这些例子是荒 我想讲这些是荒谬 我讲这些是一个法律问题 那你台湾前几阪 无论你知不支持绿营的 或者支持这个示威民众的 因为支持这个蓝营白营的 那都在讲法律问题 那有人叫示威者 你们示威来做什么 去法庭告和民党 告傅君旗 告民众党王国充 告他 你不告在那儿示威 讲话 接受访问 写文章 示威抗议 怕不对 是不是 可不可以这么说 如果当时2014年 你认为这个831决定不对 不应该预晒问动 应该是告他 你不告他 你以为法律问题 你不告他 怎么办 2019年逃犯条例出来了 你就告他 司法覆核 是不是终审法院 你不告他 是什么威 什么一百万 二百万出来做什么 你是不是这样对示威者说 为什么每次有法律问题的时候 一定都以告人 才是唯一的要求 这帮人讲话 有没有经过大脑的 我讲话讲得很缺绝 我最讨厌的就是这帮人 讲一套做一套 他自己 有些人 批评刘世良 譬如他撑刘世良 说了 撑刘世良 觉得 喂 我们这些人 罗恩惠 我 或者其他人 我不说名字 很多都是 懂的不懂的 都有 譬如曹家超等等人 徐少华 说这些名字 大家知道 这些人去骂 这个 刘世良 批评刘世良 说他侵权 说他口眼无耻 说他不诚实 说他嘲讽人家 说他今天态度恶劣 其实已经是其来有志 等等 他觉得这样的批评 绝对 绝对 是一种 电子唐人街 或者叫做中华文化DNA 将一些茶壶里的风波 搞来搞去 根本这些东西 不重要 不应该这样对待 这个刘世良 请问 为什么当年那个人会去批评 李怡抄袭的呢 或者说他评论 讲错了 评论别人去批评李怡抄袭呢 你是不是去进入一个 电子唐人街 华人街 唐人街 港人街 中华文化小龙DNA里面 去批评一个 如果人家去批评李怡抄袭的话 你回答把嘴 没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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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你回答爹呢 有很多东西 一个标准而已 对不对 我只是说 有些东西 不就将他讲清楚 说明白了 我只是说 做错了不要紧 说错了不要紧 说错了不要紧 我最恨的是什么呢 口眼无耻 有些长辈 活在一种莫名其妙的权威之下 这权威就是什么呢 我说的就是道理 我说错的说话 我不用向后辈道歉 这个就是我的面子 这个就是我的尊严 这个就是我的尊严 Pay 你不Pay 你死了之后 人家都Pay你了 我Pay给你听 就在你再生的时候跟你说 This is wrong 然后你用一种宣言宣语 记仇契恨 继续做这件事 你就是小龙社会DNA 你就是十足的一个电子唐人街 我是对视不对人 你今天如果做错这件事 改过 认错 改过 消除影响 对于有关的人 做好足够的行评 Equity 我绝对不会再追究下去 有容乃大 OK 但这个情况未发生之前 There is something wrong about it 那我当然对于很多人的印象不好 这一点很重要 所以我说 唉 有很多人 就是觉得我为何还要说这些东西 我觉得叫做 评论人的专业道德 不只是有演员的专业道德 临时演员都是演员 你做多久的评论人 都是一个评论人 我不喜欢用KOL这个字 我用评论人这个字 评论人有个专业道德 不是有内而外而有外而内 不是这些东西 评论人的专业道德 就是说真我行公二号年吻 吻传谦卑的心与我们的信念同行 各位我不会折扰你们去支持基督宗教 这是我个人的事 我都不用这个地方来benchmark 或者批评一些信仰佛教 伊斯兰教 或者无神论的人 我不会用这个地方来说 我这个地方是另一个思考的问题 但说真话行公二号年吻传谦卑的心 与信念同行 这个是基本原则 不可以见人讲人话 见鬼讲鬼话 而自以为能 不可以遇到问题的时候 习近平所说 当你遇到难题 避开问题 就应该平生此 是吧 开名很伤人 我觉得这件事没必要 我只希望这班人 真是能够好好地了解一下 究竟你们在想的是什么 是不是 不要说 你不让我说 我没有不言论的自由 你绝对有不言论的自由 亦都有言论的自由 没有人阻止你 你可以去反驳 有人劝你不要反驳 你就不反驳 你是你和那个人之间的关系 就跟我没关 OK 希望这件事要搞清楚 过这件事 我不会针对一些 撑流的人 撑流的人 他有其他的Qualities 可能是很好的 可能有些地方很聪明的 就算刘世良我不会否定 他有些地方很聪明的 但是有才而无德 比无才无德的人 破坏性更加大 恶不群是一个好 古俠小说的例子 是吧 毛泽东是好 现实深的例子 他写诗词多好 搞斗争 掌握人性的弱点多好 但是他完全用在邪恶方面 这个就是分别 好了 说回罗欣慧 今天我看了两段片 一段就是他和心哥的片 一段就是说杨志豪 这位设计师的片 先说杨志豪这段片 当然四日之前 他上架一段片就是 《镜头下的历史》 就是设计师杨志豪 《编书的快乐》 杨志豪有编书的快乐 杨志豪有导板的快乐 杨志豪也挺快乐的 不然你用快乐是否想要的问题 杨志豪 其实据罗欣慧后面的影片也说过 都说到杨志豪 基本上已经生气了很久 其实已经反复都生气了很多次 他就觉得应该站出来 他觉得很多人不站出来说 这件事就是很多很多很多的人 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 可能是自私 可能是为了自己组织的原因 没有办法站出来说 那我不怪 但我只觉得沉默是极权的帮凶 沉默也是方言的帮凶 今天杨志豪就觉得不行 这么多人都沉默不行 我站出来说清楚 说明白 这件事就是摆明的道版 乔叔辛辛苦苦找我 去做任何的设计 其实他是交给我做很多事情 杨志豪先生当时服务于中桥互助会 他是温哥华著名的美术及平面设计师 先后设计300本书 包括小说、散文、影集、画冊、传记和年报 CD封面100多个 2006年杨志豪就说中桥找他 愿意将照片拿出来 经过两个赞助者 然后乔叔要出书 然后专门为中桥筹款分文不取 做义工没有收入 所有收入 全数是中桥拿的 而乔叔就拿给杨志豪这个设计师看 那就是杨志豪 就立即觉得是值得制作一个摄影集 于是乔叔就和这个杨志豪长谈 说起很多日事、趣闻、很多经历 于是乎杨志豪回去构思 看看如何设计好这本书 无论是中桥或是乔叔 都给他绝大空间自由发挥 杨志豪好地排版 乔叔没有意见 编排全部是杨志豪一手包办 他坚持一页里面 他日期下面 即照片下面的日期 有一条粗黑线 下面还有文字的说明 这个就是杨志豪的手笔 每一个分章节 比如说六七暴动 突然间说到英女王 有一个负片 在那个地方 后面那些淨片 负片就是以前那些相底 就是晒相 negative 就是负片 负片要变成正片 变成每一张的图 他都比较过上书局版2017年 刘世良那本盗版书 基本这个 我就以后讲的刘匪世良 今时今日我都很确定 刘世良是侵权 是盗版者 盗版者 即是你基本上是一个盗版人 不是盗务者罗奈 盗版者世良 盗版者世良 挺好看 拍到片 盗版者世良 挺好看 Counterfeater 世良 挺好看 找他 即是 刘世良 刘世良 所做的 11x8 基本上跟2006年版的质数差很远 他整个照片 下面的文字编排 基本上是照抄照搬 但你会发觉 照抄照搬 但那些照片的质数不同 杨智奥说 以2006年的版本 原先做的版本 黑白为主 发线是有层次的 刘世良的版本 灰的 不够玲珑 不够玲珑 导致很多层次显然不好 所以真的要看 你不要看2017年的版本 我先不要说道不道版 美观来说 2006年的版本更好 不过这个不是重点 重点是道版 我先说这件事 好了 分页是用负片 其他也用正片 他很懂得 杨智奥这个设计师 很懂得揭 揭示 书间 揭书的时候 空间感 又喘息 跳动的感觉 可以做出来 这是每一个编书的人 一种厉害的地方 很感谢他的设计 他说到上书局那本 是黑色的硬皮 他觉得上书局是省皮的 包胶的 而且是省水省力的 而且看到很多的字 就是特字 这些东西 完全做得很粗糙的 反而这个2006年 原先宗教的版本 就是相当是精致 而他的皮 就类似 这种皮 后面有两种输匪 就是这种输匪 就是这种输匪 基本上来说 是做得相当漂亮的 这个就是2006年版 和2017年版的分别 OK 这是其一 我觉得这些都说不到重点 重点不是哪个漂亮 哪个厉害 哪个美观 哪个设计得好 你知道有一个设计 就是简东西 所以据罗恩惠说 他叫阿鸣 是罗恩惠的朋友 已经过世 那罗恩惠肯定 他不知道没有授权 我觉得这个都非必要知 很多人都说 喂 你阿鸣 你阿鸣 你是朋友 那你过世 你怎可能 你设计2017年那本书 你那个硬皮 那本书 如果真的你设计 你不是照抄照搬 那你怎可能 有那些文字都一样 我不评论这些东西 因为我不想 sidetrack整件事 大家要评论 聂德宝一样 今天他来恩惠所说 聂德宝应该是知道的 稍后我会说到这些东西 但我真是我自己个人的意见 我不想评论聂德宝 因为我认为他的铁文 是足以澄清他跟这件事没有关 或者很多人认为 聂德宝某程度上 跟刘世良夫妇有灰蛇草生的关系 有很多惺惺相识的东西 但各位 我觉得这个已经非必要知点 今天被告是什么 你是不是想将聂德宝 认为第三被告 除了刘世良和抗命圈之外 你要列第三被告为这个 聂德宝 那你才安乐 我觉得今天不是这件事 我们的主要的地方是 stay in the pub 我们focus focus 是刘氏夫妇 刘世良和抗命圈夫妇 侵权问题 那你要将其他人摆进来就行 但你要更加充分的证据 那你聂德宝已经有辩白 我觉得是 比较逻辑上合理的解释 有很多刘白的地方我们不知道 也可能我们没有这些能力去知 但这件事我们觉得 我们要不要将聂德宝 列为第三被告呢 我想这个不需要再追了 就好像 罗恩偉他影片里说 不需要再追 他有什么事情 他自己去处理 我自己觉得我不要复匪 我也在这个地方 我不想说 聂德宝你有责任与没有责任 我知道之前 你帮刘世良做主持 七月都做主持 但我认为做主持 并不是重点 我在这100服务 是否等于我是大班的一条狗 是吧 傑斯是大班一条狗 你说是大班一条狗 不是这样 做主持不等于 他和刘世良一伙人 一伙人都好 他说等于一齐合谋来侵权呢 这几件事 你不要跳跃式我论证先 没有证据 我就不会去 针对聂德宝去做炮轰的 尤其聂德宝 你看到他 做过 没有超过五个月记协的总干事 他要做个执行角色 而他说清楚 他没有做执行角色 他不想做总干事的地方 就是觉得 没有发挥空间 很闷 不想这样做 不符合他性格 他要做的事 他要做执行公司的事 OK 每个人人各有智 我不会因为他做公关公司 或者做一些 其他公司的公关工作 所以说 这个人是世界女 这些东西 我想你套下去的话 都是和本案无关 本案不是在于聂德宝 又是不是世界女 聂德宝 聂德宝不是和刘世良和郭永圈有路 聂德宝很喜欢刘世良 聂德宝之后 有没有和他已经是离开 事实上我知道 聂德宝已经开始和他 stay远了 你看这件事很清楚 很多人说聂德宝 搞了整个月才知道 各位 他两个礼拜 事件发烤两个礼拜 他才觉得他的名声名大噪 之后他回去两个礼拜时间 去寄业调取有关的执委会文件 我想这些地方 我们要appreciate他的工作 他的努力 我希望大家都明白 所以我们先不要针对聂德宝 也都不是针对这个简东西 有愿无 我先各自以 我觉得一定要聚焦 所以大家不要把矛头指向那些支持陶结的所谓的KOL 所谓的评论人 我觉得我刚刚分析过他们的问题 已经说得很白了 我是对事不对人 不是代表我做人身攻击 笑笑口的都可以吃饭 笑面迎人的可以继续聊天 好的东西一起合作 这件事是重要的 我们是对事不对人 你知不知道 我为什么说这件事这么严重呢 因为所有的评论人 我们唯一对抗共产党的资源是什么 是我们的点击率 是我们够红 是我们的口才好 三处不难之市 是我们的钱多 是我们的货金多 是我们的revenue究竟 还是我们的权力比较大 有磅大款 哪个高官 哪个人和我在一起 No 我们对抗共产党这些一点都不是 我们对抗共产党只有一个东西 就是我们的道义基础 你想想 不是你多厉害 懂得几个唐诗三百首 懂得几个拉丁文 希腊文 不是你懂得几个英美的法学名著 不是你懂得几个法国大革命的历史 不是你懂得几个国际关系 不是你懂得几个迪更斯 不是你懂得几个迪更斯 什么Giddens 几登史 迪更斯 有什么分别 不是这些东西 你抛几个书包都没用的 我们和共产党对抗 不是靠这些花拳 受腿这些东西 是在我们的道义基础 我们是真善美对抗假恶丑 当你今天不是真善美的时候 你其实和共产党 开始有同质同构化的表现 你表面上是反共 实际上你在做的东西 是多么邪恶 这就是我为什么讨厌很多 中国亡美出去的海外民民人士的原因 我说这些地方 你说好得人 好得人害怕 你这样帮你不帮亲 人家就觉得 哇你没有搞错 我桑普说完这些东西 那就会搞分化分化再分化 怎会分化分化再分化 我是团结团结再团结 不是团结在桑普的周围 是团结真善美的核心价值周围 才可以对抗到共产党是假恶丑的真身 假恶丑暴雷斗争的这种真正的本质 假出门方言 恶因为它暴力 丑是因为它搞斗争 整件事是完全歪曲真理的 我们就要将这些东西完全割写 这些东西才是我们真正观念提升的地方 没有好的观念没有办法 Good concepts can move mountains 抛个书包 Carl Popper说的 Great people shall make great mistakes 谁说的 又是Carl Popper说的 偉大的人民犯大错误 大人民犯大错误 好的概念 好的观念 足以移山倒海 Good concepts can move mountains Great people will make great mistakes 希望简单的文字可以跟大家讲清楚 这个很出色的一个批判的哲学家 你会知道Carl Popper的很厉害的地方 所以我说了 很多的一些东西 就不是因为刘世良很厉害 于是我们不敢碰 他错的就要认 打就要站定 好认错 诚恳全面的反省 我们不是批斗他 是给他机会反省 我不是红卫兵要抛个高姆 批斗他 好像刘少奇放他入草棚 就是马鹏 要他吃草吃死 我们绝对不会这样的事 我都不希望大家灌爆他的Facebook 灌爆他的YouTube 也没有呼吁大家 离开刘世良的YouTube 不要再订阅他 割下自己 青菜萝卜各有所好 但我只是告诉你 他这件事 他的行为 他的表现 他做的这件事 令我非常不认同 前居而后居 从来不会谦虚面对自己的过失 当一个人不谦虚的时候 not humble的时候 会很可怕 小小的错 就会不断发口下去 跟着一班人 可能是曾经犯过类似的错 同流合乎 为何张远亭当时吸十九岁的我 会那么多人帮张远亭呢? 是因为个个电影界导演 或多或少都做过张远亭类似的事 那班学生一开始 未成年人 他也没有监护人去帮他签 就算签了 他有没有真的说是revocable license 还是revocable license 你又不敢写死 不敢写死行规 大家可以互相退让 那这个不是中华文化DNA 在法治社会common law的传统之下 要crystal clear about the agreement or about the license instead of license is not an agreement 但那些授权要明确清晰 这个就是最大的分别 我想这一件事就是 什么叫做英美的海洋文明 和黄土文明的最主要分别 你要搞祸禧禮 台湾很多的我知道 我不搞这套的 这个是要搞清楚 所以我在这个地方是有文化冲击的地方 但我们也要好地做 也希望点点滴滴突破一些东西 你要革命性使得整个台湾政府 一年两年立即变成海洋国家 这个不可能的 因为这个不是政府的问题 是这个地方2300万人的文化问题 更加是香港 你会香港被英国政府统治很久 没有中华文化DNA 就一样有 但我就说 这些不是重点 本案的重点 在于有没有侵权 有没有诚实 这个才是真真正正的重点 OK 去回到这个问题 所以看到 最后他也看到这个抄 就是杨志豪就说 抄是抄得 这个情况很令人震惊 文字图片都这样抄 他说到 乔叔是开朗毫无保留的 乔叔是1927年出生 有相当长的一个寿命 我觉得是1927年出生 相当长的寿命 所以我也觉得是相当难得的 一个老人家 所以通过杨志豪的口 已经说得好 一句话 我都知道是抄 就是上书局的版本 2017年的上书局版本 是抄2006年的这个 中桥的版本的 毫无疑问 已经有人证跟大家说 OK 最后这个影片 都明借中桥互助会 也都知道 在刘世良的 那本上书局的 道版书的页尾 他们明借中桥互助会 也都说明 什么版权所有 翻印必救之类的东西 做责就哭捉责 就觉得自己才是真正版权的人 真是极尽嘔心 95%的内容 是抄襲 2006年 的中桥互助寺的版本 一摊出来就已经知道 续页续页跟你对照 整个影片的重点是什么地方 是将2006年的版本 和2017年的版本 又对照 很多页根本完全一样 是尺寸不同 那个立体感不同 其实原主人文字 是照搬照插 标点符合都没错到 错字都一样 错的信息都一样 很离谱的 那你想想这件事的话 是未经授权 无论是明示、默示、书面、口头 都没有授权 而刘西良、方明圈的上书局 故意重制、公开发表、公开展示 公开出版、公开销售 基本上是完全是荒谬的 所以应该是要停止重制、 发表、展示、宣传和出售 我想这点是恳切的呼吁 我要补出一句就是 如果你有收益 应该撥捲 双方认可的合法、合理的 一些慈善机构 我给路你走的 我不会打你 打到你死 打到你入獄 打到你出血 我今时今日说 刘西良和郭榮 他完全是给路他走的 他自己不珍惜 与人无由 是吧 你说这件事是否共产党 给路你走的 没有的 你看看对于这个 哎 就是四十七人 起码四十五人 还有对于支联会的人士 无论是何俊仁、李卓仁 周恒彤和现在多六个人 你说关神邦和她的夫人也好 或者说刘家怡也好 他们赶尽杀绝 就对周恒彤的妈妈都照着了 这些是不让路人走的 是吧 很多人基本上是 是处于一个被激压在大监狱的状态 我不说什么人 很多都是没有被起诉 没有被囚禁 但他知道他不能出境 那怎么计呢 那怎么计呢 整件事 极权和我这个完全手执 没有权力的 我只是在网络上 说回我自己想清心直说的说话 如果这件我的说话有几分的power 有几分的说服力 是因为我说服力强 人家会接受 我不是妖言惑众 而是应该要改变的人 应该改变 后来罗恩惠和吴志森拍的那段片 也都很精彩 整个钟分了两节 大家知道 黄勤带他都说过 当时刘世良夫妇 要求乔叔九十岁的人 老人家 上去他的书局去聊天 乔叔已经想到很天人交战 他都不去了 随头喪戏 这一点很清楚 也都说清楚 整件事的一个很大的分别 罗恩惠也都说回 记协四十九周年的长刊 五十九周年的长刊 我也觉得 不是最重要的地方 因为记协编了什么书 是另一件事 我想说的乔叔很值得尊敬 是一件这样的事 但是你说 他说到刘世良 是否持交稿 早交稿 本来是四月十日 deadline 但他错了八天 搞到大家说得很厉害 两页字都不知道 怎样填一千字 给一千字的东西 都不知道怎样填两页字 去碰触碰触这些问题 我觉得比较值得碰触的是什么呢 就是聂德布的角色 罗恩惠说他五月离任 之前和之后 在未做记协总干事之前 和七月离任后 做了记协总干事之后 做了记协总干事之后 即不再做记协总干事之时 就和刘世良主持之务 或者刘世良的夫妇 或者其他人上过他们的节目等等的事情 我觉得这个非必要支点 我就觉得就是说 聂德布在五月期间 即这么多期间 有没有 重点是聂德布 有没有和刘世夫妇 合谋串谋同谋 或者帮助教唆他们 去做一个盗版的行为 去抄袭的行为 那么我觉得这件事 聂德布已经做非常清晰的澄清了 就是没有的 就是基本上是做 沟通传话人 而并不是去facilitate这件事的发生 你要问蓝祖的事吗 我给你这些内容 你自己搞 基本上是这样 事实上是不是这么简单呢 起码你要负举正责任 就要证明聂德布有罪的 或者有同谋的人 要负举正责任 这件事我觉得 到现在没有这么清晰的举正事 我们先存疑不论 OK 我也不会觉得 即是说 聂德布现在我会咬定 聂德布是一个坏人 我觉得不是这样 我也很appreciate 诺恩惟导演说 不再追这件事 良心人人都有 我觉得这件事 OK 的确是这样的情况 另外 诺恩惟导演 又重复了 其中一篇铁文 最多是引述 墓碑的一段话 楊继成的一本书 说到记者 可以 哇 生花妙笔 可以 用文字 智人于死 揭发一些真相 可以令大家明白 事理 也可以继续製造方言 令大家懵懵懂懂 所以记者是相当重要的一个职业 重点的地方就是 楊继成是 炎王春秋的前副社长 花了三至五年时间 看到他爸爸已经是被大饥荒饿死 亦是采访很多不同的地方 写成这本书 这是朗欣惟如嫂家珍 由楊继成的墓碑 送到高尔泰的幸存者 说到这个陈炳安的大屠岗 甚至陈炳安现在都离开不了中国 说到陈维明在加州的耶摩 去做这个大屠岗的纪念碑 六四的这种在沙漠地带做一个好的雕塑展 我之前几个月已经去过了 后来我有机会把我和他访问的一些片段播放出来 这件事基本上是很重要的一点 阿琛哥也补充 这一点是很重要的一种情况 绝对不是说说说是说非 而是在于是否将真话说清楚说明白 我想这个是重要的 所以我就说 今时今日很多问题就是说 桑普不要被利用 共产党呢 分分钟都是听着这件事呢 专门滲透的人支持什么反对什么 我告诉你 整个香港民主运动 台湾的现在的政治都两方面有人滲透 重点是什么呢 重点的地方就是说 你对事不对人 坚持真善美的地方 当就算自己阵营的人 出现了一些真善美的背离的时候 无论他是不是共产党的鬼 我亦都相信这件事 不是刘世良受共产党的支配 变成共产党的鬼 但如果他的精神观念上面 和共产党有某些位置 同质同购 或者面子 像丁下一样 继续这样 一错再错 死不悔改 拒绝认错 千错万错 都是人家的错 六十多岁人 你这样每天出来走 你不知道自己是什么 你那么生气 哎呀那么惨 我第一天知道 用这样的态度对人家 接着呢 七分钟 二十四分钟 越讲越多脱流 越讲越多东西 可以被人家抓住 请问 他们可信吗 如果你今天 你要听一个 不道德他人说书 讲讲几灯斯 讲讲法国大革命 讲讲香港中英联合声明 他做中央政策组的时候 遇到什么 要听这些东西的话 其实你有时候 都判断不到 他讲的真与假 善与恶 微与丑 因为这件事 是一个tainting 是一个对他人格的tainting 给我的话 我就不听 但我不会劝人不听 你自己听不听 是你的事 给我的话 我真的不想听他的话 我唯一听他 就是说 我希望他能够好好道歉 道歉之后 那些叶子是翻过去 事过 警迁 不道歉的话 结果呢 就会 令人相当嘴熟 我不会垂头丧气的 我不是乔叔 我未到九十岁 我想如果乔叔在生 他揭发你这些东西 如果今天是乔叔在生 揭发你刘世良 扩命圈夫妇这些东西 我不知道你会不会说 乔叔 九十岁人 九十几岁人 你低下出来走 原来你那么生气啊 生气了那么多年 现在才知道 我想他的态度也是这样的 这个就是我觉得很令人害怕的地方 你用这样的嘲讽态度 接着有人说 我们说这件事就好像说可白 可白是无聊的 我不想说 我不知道可白发生什么 我都不想关注 知道都不想关注 这个和可白无关 这件事涉及到 客观上的侵权问题 正如吴子森 森哥所说 这是一个很清晰的侵权问题 无论你是本土派泛民的 一国两制派 大中华交 还是本土派 是独立派 这个绝对无关 今天森哥说这句话是对的 即是说这件事和八卦无关 和可白无关 这件事和侵权有关 和诚实有关 我们会不会追寻这件事 我们希望追寻真相 但我觉得说了整个月了 我是一直等待的机会 刘世良和夫妇隆出来道歉 但我看他道歉的机会不大 我当然希望 是吧 如果一个国家说 你告他 我想答很多次了 我再答多一次 告别人不是唯一方式 我告别很多例子给大家听 还有我再说一次 如果你认为 告他们是唯一方式解决问题的话 请你告我 你告我 就是唯一方式 to stop me from talking about this 你告我拉布 是吧 就是诽谤 你告我侮辱 你来台湾 我就是台湾 执业律师 come on 我等你整个月 整班粮粉 没有人来台湾告我 所以我一句说 你收屁了 说的又不会做 是吧 说完又不会实现 又不会来告 告我都会给你几分博面 不告我 说那么多 我再说一次 我不主张 什么有法律争议 就等于 必须要告人的 没有这件事 有些事情是必须要告 有些事情是不需要 这件事 是要将事实说清楚 我是给人机会去处理 我也都不会做任何家属 以及刘世良之间的和事佬 这个绝对不是我身为可以做的事 也都希望不要有人做家属 以及刘世良的和事佬 要说的刘世良自己和家属说 但是记住 如果你用塞测 你是不是要钱 三万啊 十万啊 三十万啊 然后拿笋钱 我给你的嘛 sorry 你当人家是什么 我再说一次 强奸元的女人 三万啊 三万啊 当我叫鸡 是不是这样呢 叫鸡不犯法 你也是想做鸡 是不是这样处理问题呢 你就是这样对家属 可比 可此再可此 哪个说得出这样的东西 你自己想想想 那些说话的人 多糊涂 多糟糕 都好 这是我是说不出口的东西 竟然有人说出口 我理得你在鸭村旁边吃那碗烏冬 汤烏冬有多少粒烏冰 重点的地方就是说 这件事 批评刘世良那些不是烏冰 是活生生的人 而活生生的人 最重要的一件事 是什么呢 说真我行公义好年文 那你说 为什么要花这些时间 在这些地方 为什么不讲六四 为什么不讲七一 为什么不讲六九 为什么不讲板送中 为什么不讲亲心 为什么不讲什么 那你的本事 你都说了 你理香琴 家有喜事 我要看六九 我要看六四 是不是这样 我这个节目 喜欢说什么 就说什么 你不喜欢 就不订阅 不要看 对不对 没人理解你 我这次说得很惊 因为有些人交而不善 对不对 我觉得最后这些人是stupid stubborn and stupid WSS 不是德国的党卫军 你是stupid and stubborn 那你没办法 如果你smart and stubborn That's good 如果你stupid 都不stubborn 的话 如之可教 但是你stupid and stubborn 的话 就很奇怪 教而不善 因为你没有反省能力 就完全听不懂我说什么 我希望大家 保重 珍重 有讲整个钟 是吧 扭开一条人 我希望这一节 说完这件事 就告一段了 除非 我不是保证之后不说 除非未来有一些 新的事态 有些新的事 我们发现出来 那我们就会评论 但是我想希望这个地方 继续 希望大家能够 自己心里有数 OK 这件事 不需要法庭判决 大家心里面都知道 指标 不是看究竟 youtube有多少subscribers 完全不是这些指标 sorry this is wrong OK 或者有多少个留言 骂谁骂那些 我们不是做这些 是 大家心如名镜台 大家心水清 谁对 谁不对 这个比一切都重要 OK 说到这里 希望大家有个愉快周日 我们第一 再和大家见面 见面